像我們剛才講說 好像點吃太多也不好 吃太少也不好 很多人有腳上線毛病 因為現在非常多人有 不管是節節還是自體免疫的毛病 我只要跟大家提醒 如果你是自體免疫的毛病 不管你是腳上線功能過高或過低 你的點都要限制 那如果你今天只是單純的 腳上線節節的話 你的點是不需要限制的 很多人覺得很奇怪 如果我現在功能已經很低了 我補點不是更好嗎 就好像剛才林醫師說的 這時候你的腳上線的工廠已經壞掉了 你補再多點是沒有用的 你這時候需要的是補充甲狀腺素 不是補充點 所以你不管是功能過高或過低 你都應該要限點 好 那這個就要來問一下 譚老師 像你自己本身 那你在點這一塊你都怎麼注意 日常生活當中飲食啊 你都怎麼注意 其實我買的鹽就是五點鹽 因為你不能嘛 對不對 對 因為我必須限制一些點的攝取 那其他海菜類的東西的話 我其實都有限量的 那其實呢 像我兒子他 因為他沒有甲重腺的問題 那我就要買的就是有加點的鹽 那你們分開加啊 我會分開加啊 真的啊 其實調味料最後加 它會附著在食物的表層上 所以你吃起來就會覺得夠鹹了 那如果你一開始就加鹽的話 它會吸進去 你常會覺得不夠鹹 所以這也是一個限納的方法 但是我的那個含點鹽的話 我就會準備這個密封罐 把它放進去 然後呢 因為它怕光怕熱嘛 所以你就一定要就是把它密封起來 因為像這個食材 如果說你像茲穎它煮成湯的話 那你就要把湯喝掉 因為它點會融在裡面 那像茲穎剛才呢 它的這個溫度都比較低 那所以我會比較常炒 這個炒菜的方式呢 我就是一般都是用蒸的方式 蒸煮的過程中 其實它是最少流失點的 可是你不是要限點嗎 所以像這個湯你OK嗎 或者說 其實在這個適當的量裡面是可以的 其實限點還是需要吃點 它大概在50微克左右 所以大概適量大概一兩克 其實就已經達到它的建議量是OK的 所以其實還是可以 其實像一般人需不需要限點 其實是只有兩種患者需要限點 一個就是說像甲狀腺癌症 神經開過刀之後 那之後就全切除之後 然後再也就是說 它未來要做點131放射治療 那必須要追蹤這個有沒有復發 甲狀腺癌症的復發 所以就變成它必須含量的 平常就是要低點飲食 那當然它甲狀腺功能不足 因為開完刀之後全部都沒有了 就變成要長期吃甲狀腺素來補充 那這時候跟你平常吃點 跟沒有吃點是沒有關聯的 純粹是為了要因應 以後要做癌症掃描的追蹤 這個是第一個是癌症的患者 它做全切除 那第二個就是說 假如它本身是甲狀腺抗靜的女生 那它剛好又遇到 它控制不良的情形之下 或是未來要停藥的情形之下 我們會建議就是 點的部分的攝取要盡量減少 那像剛剛這個湯頭其實非常甜 你也喝不出 因為點基本上是無色無味 你沒有感覺 那我們點經過我們身體吸收 一旦你今天吃了一片海苔 或者是喝一口湯 這個點會在你體內存留 六個月就會影響到你後續的治療 所以像甲狀腺抗靜的人 我就跟他講說 你千萬不要貪那一口 吃下去你就要跟我再相處半年 才會把那個點全部消耗掉 好 所以這樣簡單跟大家講好了 正常人照我們今天的方法 但如果你本身有一些狀況的話 你就聽醫師跟營養師的建議 這樣是比較安全的 那我們剛剛提到了抽血可以知道 或者掃超音波 那現在可不可以教觀眾朋友摸一摸啊 到底要怎麼樣知道自己的甲狀腺 但是你知道甲狀腺真的在哪裡嗎 大家都知道在脖子上 就是在脖子的哪裡 其實很簡單 你先仰頭摸你自己的喉結 男生摸喉結 其實女生也有一個比較凸的地方 就是喉結下去大概一公分的地方 你手換開放在氣管的兩側 就是把氣管握在你的手上 然後吞口水 你會看到兩邊會有一個軟軟的東西 往上又往下 你就可以摸到那個 那個就是你的甲狀腺 你平常怎麼檢查 其實你就這樣摸著它 然後吞口水的時候 你就看它表面平不平滑 如果它甲狀腺很結結的 你就會發現有一邊突然就比較大一點點 硬硬硬的 如果那個硬硬的東西又變得比較固定 或是你摸起來就是比較硬 真的很硬 因為像一般的結結它還是軟軟的 那如果說它很硬的話 你就要懷疑它是不是有癌變的可能了 癌變 對 因為各位知道嗎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有所謂 除了血管之外 還有一條所謂的反頭神經 如果你這個地方 有長甲狀腺癌的時候有沒有 如果它吃到這個神經 你的聲音就會沙啞 我們之前有一個十七歲的小朋友 十七歲 被他的媽媽帶來我這邊的時候 他來講話的時候聲音就怪怪的 我說那你其實是什麼問題 他說他吞眼有點困難 然後我就請他講話 他一講我說聲音就變低 我就說他這個聲音是怎麼回事 他媽就說這不是正常嗎 變身啊 對 男生變身 不是這樣子嗎 我說我聽起來我覺得不大對 因為我那時候幫他摸這個脖子 我請他吞口水的時候 我就摸到一個硬梆梆的 在他的左側 我說這不對 就馬上去幫他做超音波的掃 那一穿吃出來 果然就是甲狀腺癌症 他是因為那個甲狀腺癌症 吃到他的反柔神經 造成這個問題 對 好 我們現在既然提到這個癌症 跟結結之間 我們在摸的時候會有什麼 不一樣的地方 一般我們結結其實是甲狀腺 所謂的甲狀腺小的腫瘤 叫做結結 那只是醫學名詞 事實上就是一個良性的瘤 我們叫做結結 那結結它有分成 這個所謂混合性的 有囊狀的水性或濕性的 那這個通常都是經過超音波 或者是電腦斷層下面診斷出來的 可是假如今天這個結結 他是比較良性 通常都會符合這三個主要的症狀 比較圓 比較光滑 摸起來軟軟的 對 而且會上下移動的 通常都不會有症狀 只是感覺卡卡在這邊而已 那假如是一個惡性腫瘤的話 因為他是快速的增長 那可能會跟旁邊的組織會黏著在一起 所以就有可能會吃到什麼 旁邊的血管 吃到旁邊的喉反神經 造成這些器官的問題 那很重點就是說 在經過促診之後 會產生感覺到 他質地比較硬 是一個不規則 甚至有概化的情形 這時候就要很小心 是不是假狀腺癌症的可能 好 這個真的蠻可怕的 因為在20到29歲 年輕人里癌的第一大類 就是假狀腺癌 大家都覺得癌症 就是基因跟環境嘛 對不對 所以環境的暴露 要一定的年紀嘛 所以你看現在的癌症啊 不管是胃癌啊 甘癌 都要有一定的年紀 慢慢 他有時間的演變 但是腳上腺癌症 其實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覺得說 腳上腺其實在十大癌症 他是占第九 在女生是占第五 在男生是根本 連牌都沒牌進去 因為那個女生的腳上腺癌 就是比較多 所以很多人都不會去 注意他腳上腺癌 而且另外就是腳上腺癌 大家都知道他遇到很好 就是說如果你這輩子 要選擇得一個癌症的話 一定要選 你就選他 大概就不會有錯 因為他治癒率真的很高 所以他通常怎麼治療 就切除嗎 切除完之後 做點一三一方式先治療 就可以了 而且我覺得他真的是相對 如果你有警覺心 不要放過他就有機會 我印象最深刻 是國外有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 是有一個女孩子 她是上談話節目 他們不是有一些talk show 然後來當來賓幹嘛 她是當來賓的時候 電視機前有一個醫生 看到那個節目 然後就覺得 那女孩子的腳狀現在就不對啊 就打電話去製作 跟她說 請她們提醒那個女孩子要檢查 因為她那個看起來 就明顯有狀況 就因為這樣檢查 然後發現她是甲狀腺癌 所以我才要再提醒大家就是說 你平常在排健檢的時候 你很年輕的時候 你不會去排癌症的篩檢 但是你年輕的女性 你要去排甲狀腺的篩檢 因為在二十到二十九歲的 年輕女性裡面 她癌症的發生率 甲狀腺是第一名 對 是第一名的 那怎麼篩檢 排超音波嗎 其實除了自己摸出來 大概只能排超音波 只能排超音波 最準 OK 好 我們今天跟大家講這麼多 就是因為在身體裡頭 甲狀腺它非常重要 那麼不管是對男生 尤其對女生 她的影響性是很大了 所以在生活當中 從細節飲食上 把它照顧好 如果你覺得手腳冰冷啦 然後很疲倦啦 我們剛剛講的一些症狀 你覺得都符合的話 其實就去抽個血 對 抽個血 就可以知道了 抽血 照超音波 那當然如果有進一步的懷疑的話 可能做穿刺等等的 就可以知道你的狀況 那麼同樣是要來 愛護我們的女性 我們要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囉 健康2.0 觀眾朋友大家知道嗎 我們快要滿十二年了 對 1月15號是健康2.0 誕生的那一天 我都還記得 那是第一集就是我這樣 那我們在1月12號 下個星期六呢 2019年的1月12號 下午2點鐘到4點鐘 那麼有一場免費的 健康2.0的健康獎座 這一次我們要來照顧女生喔 女生要健康 養你的子宮 動靈 這很重要 還有不生病 那當然啦 不管是老公或者是男朋友的話 也歡迎一起來來照顧我們的女孩子喔 這很重要 那免費的講座 我們怎麼樣報名呢 你可以在臉書上搜尋 健康2.0 或者是我的名字 鄭凱雲 都有報名的方式 或者在官網上免費報名 大家動作要快 下個星期六 凱雲會跟大家見面囉 健康2.0 我們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 那麼我們節目也希望 一直陪著大家 健康的走接下來的那一步 下次見囉 拜拜